好,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日经新闻的报道 10月8号这一天发布的 2023全球市场主要商品服务份额的调查 在造船业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部分是 以1214万吨的一个建造量 占全球现在占比达到了18.9% 是正式的登上全球第一 那2022年当时位居第一的 其实是南韩的这一间叫做HD现代 全球市占正式的下滑到14.5% 现在大概是排名在第二位 当年的第三名是日本的这间企业 造船企业叫做精致造船 如今也是跌出了前五名 好,我们先来看到中国的造船量 几下南韩还有日本 还都已经被挤出前五了 那造船业称霸全球的时代 我们可以说来临了吗 日前美国海军部长才走访日韩 希望能够加重在这两个国家 一起来提升它的造船量来做战备 现在看来能超越中国大陆吗 上次哥您如何看 我们经常听到有关于造船当中的 很多的数字比较 一个部分刚刚讲这个就是它的建造量 我们先看到这个数字 另外其实引用最多还是包括 他们全球市场的订单 也就是说你有造船能力 全世界给你买嘛 其实订单 事实上中国其实也是在 也是到46% 领先韩国的41% 所以一本上对于整个 全世界对于造船的竞争排行 最大的关系应该就去年了 去年2023年在好多的这些不同的指标当中 普遍都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一了 南韩在2022年最后一次世界第一之后 2023年之后就已经落居第二名了 但我们这样仔细来看 这还是确实牵涉到 韩国作与过去来说 这是遥遥领先 这个是全世界的独占凹头的 这个部分的造船实力 真的在这十年内被中国大陆追过 首先当然韩国还是有他们很厉害的地方 比如说这些需要研发设计跟原材料 比如说天然气轮 是这样子造船也有四种船 大概大家都在看 第一个最难的是天然气 会漏气 所以很多的技术控管管理压力管理 目前这个韩国还是厉害的 赢过中国 第二个部分就是集装箱 就我们看到这种长荣海运 洋运海运要放很多集装箱 承重跟浮水各方面这个技术 现在韩国中国打成平手 一样强 但是那是邮轮 我们讲运游的 还有散装货轮 这另外两种 就是说四个重要的另外两种 中国已经领先韩国 也就是领先的原因在此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什么 不只是说是中韩 韩国大很痛 那么造船是这样子 中国之外 中日韩 再来就欧盟 美国造船是很后面的 因为制造业 他们的攻击都不放在眼底了 所以当然美国在这几年 特别是在军事造船 这个部分来讲 包括美国海军的需求 海军的需求 你一定要自己国家造船业 你很难委托国外 可是现在美国都知道 他们的军事武器 包括造船等等 潜水艇 整个这个包括工人 各方面技术公司资金的延宕 美国政府有钱 但是根本交货交不了 使得美国终于正式 在这几个月 这半年我们都听到 开始在接触日本韩国 有没有可能做军事造船 我想这个部分是美国也开始痛令私痛 在海军方面 遥遥失败于中国大陆 现在这种就不只是商业 中韩对抗 军事 美国的势力加入 也使得造船当中 增加了新的变数了 造船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只是经贸上的需求 现在军事上面的需求 越来越大 造船我们看到中日 韩欧盟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 抢单能力来做比较 现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也是独霸全球 来看到英国做的机构分析 报告指出 2024年光是8月份 来看到是全球的新船订单 106艘共计达到了387万吨 大陆拿下了95艘 是全球订单达到了九成的一个量 2024年1到7月 中国大陆的累积船舶出口的部分 同样是较去年同期增加28% 金额也是增加了达到八成以上 今年表现得特别好 主要有哪一些优势 请汉婷来帮我们看 我觉得造船 造船很丑 但是它很温柔 其实中国大陆在 大陆在2024年8月 它的造船业表现非常亮眼 拿下全球九成的订单 为什么 因为从全球的规模经济来看 对吧 大陆拥有庞大的造船业的产能 以江南造船和互东中华为例 这两家所造的船数量都相当可观 他们透过优化生产的流程 提高生产的效率 有效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所以当然在全球市场就有价格的优势 以一艘标准集装箱为例 中国大陆生产成本 可能比其他的国家低两成以上 这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再来一方面就是技术创新 也是大陆的一个亮点 它的船舶的设计 或者是它的建造技术 甚至当前许多自主研发的 智能船舶的技术 就不仅是说硬体方面 软体方面的各种的智能设计规划安排 也通通都已经安排好 那么再加上大陆政府的一些支持等等 所以这都是导致中国大陆 它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有优势的原因 好 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不只是它的优势 还有在经济上面它的需求 还有在军事上面 所以我们也要来看到说 在海军建造的潜舰部分 现在进度又到哪里了 前海军舰长旅理师也做了分析 它说近期华尔街日报其实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武汉造船厂 当时不是我们提到吗 有041型的潜艇之外 美军也观察到说 中国大陆正在扩建它的潜舰的厂房 并且建造新一代095 096的一个战略核潜舰 现在进度到底到哪里了 能够提升多大的战力 来跟现役的核潜舰做相比的话 华干哥如何 旅理师舰长帮我们揭开谜底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想 这一艘潜艇它若是核子动力 因为当时有新闻说有核污染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说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武汉造船厂 他们只做传统动力 不会有核子潜艇 结果现在最新的新闻 就是说旅理师舰长帮我们去研判说 很可能这艘船是核子动力兼传统动力 混用的一种新式的潜艇 那它在这个造船厂的外面 它是沉默还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不知道 可是其实美国智库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这个叫041的洲级潜艇 很可能是新科技新技术 但是有一些传统的技术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特别正视它 是什么 是095型跟096型 095型是什么船呢 095型它就是我们用 就是它的代号中文叫随级 然后096是唐级 随跟唐 那随级它的前身是原级 那095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95它就是一个全新的 完全降噪的潜艇 什么叫降噪 也就是说它采用了新的 马伟民院士发明的中压直流电 它可以让整个潜艇的噪音系 那个系数降到98分贝以下 这个其实在潜艇的静音技术上面 非常的进步了 也就是开始可以跟美国的这种潜艇 来抗衡 因为这一直都是一个缺点 没有办法改善 结果095随即潜艇 它现在已经做到 而且这个船有多大你知道吗 重达8000吨 超级远洋 攻击型 核直潜艇 而且它装载了垂直发射系统 装了12枚巡异飞弹 美国很怕的是这个东西 这是新的东西 它已经建成了 可是找不到它的综艇 所以其实美国很在意 另外那个096是什么 唐级 唐级它就是要取代 094晋级的全战略飞弹弹道潜艇 而且这个新的战略飞弹弹道潜艇 它你知道吗 它总共会配备14枚巨浪二型飞弹 那比前身的晋级只有12枚 多了两枚 那新的巨浪二型 可以知道说 他们现在的这个 那个就是说发射的射程 可以达到1万到1万2000公里之间 这才是美国最害怕的 所以095型跟096 这两种新潜艇 才是美国跟欧洲国家 还有最重要是日本在忌惮说 这两种情景什么时候会出来 什么时候会出来 因为当它一出来的时候 它对于亚洲和太平洋的军事 直接面对挑战的是 美兵澳的阿库斯联盟 阿库斯联盟 对 就会直接挑战阿库斯联盟 再次